弟兄姐妹早安 再次欢迎康尼和我们Robert加入我们教会 我们一起成长 也今天有好几位都是 差不多我们有一年没见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聚会 我们一起敬拜神 也欢迎在我们中间的 还没有信主的每一个朋友 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那感谢神我们可以今天借着 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我们可以见证一件事情 见证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旅程 是与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生命的连接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旅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从主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是在周日 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聚会敬拜神 其实周日礼拜日 顾名思义 就是敬拜礼拜的日子 敬拜谁呢 敬拜上帝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 所以周日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日子 那一周七天 为什么偏偏是周日这一天呢 周日也被称为基督徒 我们称为主的日子 主日全称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因为这是我们纪念 主耶稣在两千年前的这一天 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赋予了整个人类历史真正的意义 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轨迹 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盼望 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记载来看 主耶稣复活 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实 同时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 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们先来念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我们要分享的是 耶稣复活前的世界 我们一起来念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所以在这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时间 七日的头一日 地点 坟墓 人物呢 两个玛利亚 事情呢 去看坟墓 在描述这个时间的时候 作者马太用了三句话来描述 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那这样的描述 我们说安息日 安息日在犹太人是从 礼拜五的日落 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 那这个时间是称为安息日 在安息日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 你什么都不可以做 七日的头一日 当然就是礼拜天 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天快亮 也就是说日出破晓的时候 天蒙蒙亮的时候 马太这样的描述是为了表达 这个人物两个玛利亚 心中的急迫 他们急于要赶到坟墓那里去 为什么 因为从其他的福音书 我们知道 这两个玛利亚买了香料 要去高磨耶稣的身体 高磨身体 意思是表达对死者的爱戴和尊重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 让尸体 身体可以慢一点的腐烂 所以在这个时候 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 是在周五的时候 钉在十字架上死的 那周六整整的一个安息日 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玛利亚担心 担心这个身体会腐烂 所以要急忙赶到坟墓那里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 作者是说 天蒙蒙亮 刚开亮的时候 他们就去要看坟墓 那他们来高磨 耶稣坟墓身体的 这件事情本身 也说明 在他们两个人 当时的心目之中 耶稣是不会复活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 那圣经记载 这两个玛利亚 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吗 其实没有的 因为妇女本身 在当时那个社会 不会被看重视的 然后唯一 这边讲的 摩大拉的玛利亚 也就是唯一记载的是说 在他的身上 耶稣在他身上 赶出了七个鬼 那那个玛利亚是谁呢 那个玛利亚 没有特别的势力的建设 只是圣经学者都认为 这个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 有一个小雅各 他的母亲 玛利亚应该是那个人 那这就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 耶稣降生的时候 神拣选 无名的牧羊人 作为报告大好消息的人 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 地位 种族 性别的区别 不重要 那唯一 在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 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那个地方描述呢 这两个玛利亚 与其他的一些妇女 是从 加利利开始就一直跟随并服侍耶稣的 一直到耶稣被顶尸之架 那在这地方我们看到 神让两位普通的妇女成为重要时刻的见证人 这个就让常常这个世界 以人夸口的世界 漠然无声 也让所有的人 可以充满期待 在这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 作者马太特别描述他们去干什么 看坟墓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 坟墓就是结局了 如果你是读者 你读到这里 你有何感想 你花个几秒钟 你想一想 其实这个感想 就是那两个玛利亚 去看坟墓时候的感想 因为他们去看坟墓 在他们的心中 这个坟墓就是结局了 坟墓代表死亡 把所有的盼望 全部拿走了 那即便在这之前 他们亲自经历了 耶稣医病赶鬼 行神迹 但如今 耶稣被钉死了 埋葬了 内心除了悲伤 也有无可奈何的失望 谁能大过死亡呢 死亡掌权了 死亡的权力大过一切 那这个时候 耶稣其他的门徒 是如何呢 一句话 耶稣其他的门徒 是非常的害怕 而且绝望 为什么 他们在耶稣被抓的时候 就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了 在马可福音那边记载 十四章 耶稣被抓之前 他曾经告诉门徒说 你们都要跌倒了 中间有一个彼得就说 众人虽然跌倒 我总不能了 耶稣就对彼得说 今天夜里面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说 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 我也不会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么讲的 但实际情况呢 耶稣被抓的时候 圣经是这么描述的 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说 门徒都离开他了 逃走了 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 门徒为什么要逃走 为什么 怕受耶稣牵连嘛 说到底是怕死啊 人人都怕死亡的 死亡的权利 会让任何人都低头 这个疫情就让我们感受到 死亡如此的靠近 你怕死吗 你怕吗 若不认识耶稣 你我也是一样 也是怕死的呀 那耶稣要来拯救 拯救什么人 拯救那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这就是西伯来书 二章十五节说说的 耶稣要来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的权势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的 死亡掌权是因为世界黑暗 黑暗当道 罪恶当道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见证了世人的罪 那圣经记载 我们看圣经记载 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时的巡抚 比拉多也叫总督比拉多 他是这么说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说 留着义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你看看他怎么说 他一边说 耶稣是义人没有犯任何的罪 一边他自己却不秉公之法 他照样判耶稣要钉十字架 这个是明知过犯 还居然说罪不在我 他有罪 那众人是怎么回答的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 可见 每一个人都参与了 钉耶稣十字架 实际上比拉多所做的 众人所做的 也代表你和我 你想一想 你和我未信主耶稣之前 会比比拉多好吗 会比当时的众人好吗 不会 耶稣被钉十字架 也见证了你我的罪 这就是耶稣复活前的事件 耶稣复活前的事件是 罪恶当道 死亡掌权权 人被罪恶挟制 人被死亡挟制 毫无盼望 没有一点盼望 即便那些 跟随耶稣的人 也应怕死 失去信心 离弃耶稣 不信 就是罪 所以 唯有当罪 的权势被得胜 唯有死亡的权势被得胜 人才会有真正的盼望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复活的事实 我们一起来念 经文的第二到第六节 忽然 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死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浑身烂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了 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描述里面 我们看到 宣告主耶稣复活 这件事情 本身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地大震动 主的死者 就是指天使 从天上下来 把盖在坟墓口的 石头滚开 天使的力量 当然大嘛 衣服洁白如雪 天使侍奉的是圣洁的神 也彰显神的圣洁 那把石头滚开的目的 是为了这些妇女 可以进到坟墓里去 那当时的犹太人呢 他们官长 专门派了冰丁 看守坟墓 他派冰丁 看守坟墓 不是为了别的 是因为他们 是控告耶稣 定死耶稣的 他们当然不相信 复活 但是他们担心一件事情 耶稣的门徒 来偷了尸体 号称复活 所以派冰丁看守 看守的冰丁 看见天使显现 就吓昏过去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这个天使对妇女 来怎么吩咐的 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 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是 已经复活了 天使只是宣告 复活的消息 来安慰这些妇女 不要害怕 来帮助这些妇女 进到坟墓里面 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来看空坟墓 所以天使 只是帮助这些妇女 成为见证人 第一批的见证人 那耶稣复活 谁让耶稣复活 那是神 是神让耶稣复活了 在使徒行传 二章二十四节 是这样说的 说神却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 被死拘谨 被死拘谨 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被死来捆绑的 因为耶稣 自己是生命的主 死亡根本 无法得胜耶稣 那天使在这个地方 特别提到 照他所说 意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照着耶稣所说的 也就是说 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 是照着神的计划进行的 强调复活的消息 是耶稣一早就告诉人了 那耶稣第一次告诉 这些门徒是在什么时候 耶稣第一次告诉 门徒是在彼得 当父神向他启示 他说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圣经记载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 闻世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指示门徒 当时 根本不相信 耶稣会复活 即便 这些已经看见耶稣复活的父女 去告诉这些门徒 他们也没有信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九节那边记载 这些福女从坟墓那边回去了 把这一切告诉那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圣经里面记载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是这么说的 使徒以为是胡言 胡说八道 就不相信 后来是 复活的耶稣 施恩 亲自向这些门徒显现 这些门徒 才相信 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 所以 门徒相信 是需要 相信复活 需要信心 也需要亲身的经历 耶稣是复活了 这个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 是一个空坟墓 是有天使的宣告 那我们来看 耶稣复活后的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经文我们一起来念 先念第七节到第八节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私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 要报给他的门徒 所以面对 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 天使的吩咐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告诉其他的门徒 同时呢 特别交代 要照着耶稣先前的吩咐 要叫这些门徒 去加利利 与复活的主相见 那这个地方 也是告诉我们 暗示 在加利利 主耶稣有重要的安排 因为 主耶稣 在的时候 就告诉门徒 他复活以后 要去加利利那边 与他们相见 在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妇女们 她们急忙离开坟墓 要报信给其他的门徒 说明这个时候 这两个妇女 这些妇女 是已经完全相信 耶稣复活了 这个时候 虽然他们还没有见过 复活的主耶稣 向他们显现 但这个时候 因着天使的宣告 因着空坟墓 他们就相信了 在这一点上 这些妇女 比11个门徒的信心要大 那接下去 第九第十节 我们来看 是主耶稣 向妇女们的显现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 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 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 必见我 所以 主耶稣 向他们显现 把平安喜乐 赐给他们 他们就上前去 要抱住 耶稣的脚 来拜他 抱住 耶稣的脚 拜他 让我们看到 这些人 现在明白了 他们一直以来 信靠 跟随的耶稣 其实就是 敬拜的对象 他就是神 这 既是信靠的对象 跟随的对象 也是 要敬拜的对象 那主耶稣 你看 再一次吩咐 去告诉 其他的门徒 也要叫门徒 去加利利 那主耶稣 吩咐这些妇女 去告诉 这些门徒 主耶稣 当然知道 这些门徒 信心软弱 即便这些妇女 去告诉他们 他们仍然不信 所以主耶稣 是亲自向 门徒们显现 就在当天的晚上 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 十九节那边记载 当天的晚上 主耶稣 就亲自向他们显现 他们因为怕 心里害怕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并且把手 定横的手 给他们看 也把雷旁 被扎的 雷旁 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 就喜乐了 但我们熟悉圣经的 都知道 当时有一个 多马没有在场 我跟你说 人啊 真的是很顽固的 这十个 见过主耶稣复活的 说我们看见主了 他怎么说 他说我非看见 他手上的定痕 用指头要探入 那定痕 又要用手探入 他的雷旁 我总不信 他总不信 主耶稣怜悯 过了八天 多马也在当中 向他们显现 照样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来探入我的雷旁 接着主耶稣 讲了一句话 不要疑惑 总要信 主耶稣 不要疑惑 总要信 那看见复活的主 多马这次 真的相信了 就说 我的主 我的神 所以从耶稣 复活向人显现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说 不要疑惑 总要信 主耶稣 复活显现 是让那些 失去信心的人 有真正的信心 因为 在主耶稣 复活前 虽然 门徒们先前 口头上 曾经也认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但是面对 定十字架的耶稣 他们心中 只是把耶稣 当作一个 伟大的先知 而已 这个从他们 自己的表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 十九节那边 记载了两个门徒 去马五十的路上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拿杀了人 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 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他们心目中 耶稣只是 那行神纪的先知 那复活的主耶稣 向门徒显现 就让门徒们 完全的明白 他们所信靠的 所跟随的 耶稣就是神 是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当这个时候 他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就是一个真实的 信心的宣告 因为这个信心的宣告 背后是 完完全全 是神的拯救的救恩 实现了 而且是 完完全全 明白 整个的福音的恩典 什么是 整个福音的恩典 完全的明白 就是明白 耶稣是 道成肉身的神 明白 耶稣的死 被钉十字架 是为了 我们的罪去死的 明白 耶稣从死里复活 彰显 耶稣自己 就是生命的主 那明白 耶稣曾经说过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就知道 耶稣是 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他才是 唯一的拯救 唯有信靠耶稣 才可以与 父神相连 所以这就是 耶稣复活 向门徒显现 完全改变了 门徒的 原来他们 没有的信心 有了真正的信心 同时在这个显现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复活 也让那些 原先在恐惧当中的 害怕当中的 就有了平安喜乐 这个平安喜乐 原先是主耶稣 赐给门徒的 但是 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就失去了 那耶稣 显现复活在他们的面前 复活显现在他们面前 就让他们经历了 真正的 从主而来的 平安和喜乐 这个时候 不再失去了 因为 他们的信心 是完全的 他们 知道 所信靠的 就是 神 是基督 是生命的主 所以耶稣的复活 是颠覆了 整个的世界 让愿意信靠 耶稣的人 有真正的盼望 这个就是 彼得后来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彼得在 彼得前书 一章三节 他是这么说 他说 神借着 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 活泼的盼望 所以信靠 耶稣的人 是借着 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经历重生的 才会有 永恒的盼望 才会有 复活的盼望 那主耶稣 要把这个 永生的盼望 复活的盼望 给世界上 所有愿意 信靠他的人 如何实现这个 美好的使命呢 虽然我们也看 马太福音 十一到十五节 那边记载 有一些 诚心抵挡神的人 他们面对 耶稣的复活 是怎么样呢 用谎言 去否定 耶稣复活的事实 但 这一切 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 他要成就 拯救万民的旨意 神有他自己的安排 这就是 在主耶稣复活后 天使的吩咐 主耶稣自己的吩咐 都提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让门徒到加利利 去见复活的主 可见 去加利利 见复活的主 多么的重要 那为什么是 加利利呢 加利利到底是一个 特别的地方吗 那我们要看 在圣经作者 马太他是 怎么来描述 加利利的 当 马太在 马太福音 四章十五节 那边 加利利第一次 提到的时候 是这么提的 说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 加利利利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所以 加利利是称为 外邦人的 加利利 因为耶稣的拯救 不仅仅 关乎 以色列人 也是 关乎一切 外邦人 非以色列人的 圣经也在 那个地方记载 从那时候起 耶稣就传起到来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加利利 是主耶稣 带领门徒 宣扬福音的地方 福音本身 就是关乎万民的 这个是主耶稣 本身降生的时候 天使宣告的消息里面 已经告诉人的 那地方是说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 关乎万民的 这个也是主耶稣 在上十字架前 那些门徒 很关心一件事情 世界的末了要怎样 主耶稣回答他们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 为什么是加利利 不是因为 加利利风景优美 是因为加利利 是关乎福音 关乎万民的 因为更重要的是 福音的恩典 借着主耶稣 定十字架 借着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就已经完全成就了 耶稣 耶稣完成了父神 差遣他的使命 现在耶稣要把这个使命 交托给门徒们 所以要去加利利 那我们来看 在加利利 当这些门徒 与复活的主 相见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十六到二十节 十一个门徒 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 约定的山上 他们借了耶稣 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在加利利 主耶稣向门徒们 颁布使命 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如何完成 这个伟大的使命 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呢 当然 不是靠门徒自己 要靠神 所以主耶稣 也吩咐这些门徒 要等候 圣灵的降临 而且 主耶稣在 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是这样说的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圣灵的能力 靠着圣灵的能力 来为主耶稣 做见证 那圣灵的能力 是怎样的能力呢 我为大家读一段 保罗的祷告 来看圣灵的能力 是怎样的能力 在以赴所书 一章十七到二十节 是这么说的 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次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镜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写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个能力是何等浩大 接着就说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所以这个能力是叫 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要彰显在他的门徒 在我们身上 这个能力就带领了 第一批的门徒 一百二十个人 放胆传扬福音 放胆传扬耶稣复活的消息 到今天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的基督徒 二十亿的基督徒 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里面 这个能力带领了多少人 归向神 你数不清的 今天这个圣灵的能力 依然运行在 信靠耶稣的人身上 要为耶稣做见证 你我就是拥有这样的能力 圣灵同在的能力 就是让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神都赐给我们 让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 带着圣灵的能力 为主耶稣做见证 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 耶稣复活的事实 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让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带着复活的大能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讲应用 我们任何事情 都要应用在我们当下的生活 第一点 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 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 哎呀 真的和我准备的内容 我也觉得很相像 就是 有的弟兄姐妹啊 觉得信了主以后 其实一直是 缺乏生命的活力 处在不冷不热当中 就好像康尼说他 受洗 这次转会之前 在前面大概一年半 以前的差不多 快 非常长的时间 他也是这么一个状况呀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 真正的原因 只有一个 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 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我们被这个世界 迷住了眼睛了 定睛在世界 这个世界让我们忙得停不下来 就把我们的精力耗尽了 我们成了谁的奴仆 我们成了世界的奴仆 经历不到圣灵的大难 虽然我们信靠的是 从死里复活的主 但我们的眼光 还是定睛在今生 我们所信靠的是 已经死里复活生天的主 但我们定睛的 还是在今生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十九节讲的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比众人更可怜 我们为什么 没有活泼的生命 我们为什么 没有一个蓬勃的生命 主要的是 把我们的眼光从今生挪开 我们才能看见 神的手 我们才能看见神的国 我们才能看见那永恒的美好 我们才能为人的彰显 我们才能为人的彰显 永恒的美好来生活 这是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不是能不能 而是肯不肯 这个不是我的话 这是死者协会 创办人周祖培牧师的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把它用作标题 基督徒的问题 不是能不能 而是你肯不肯 你我都有圣灵的大能 哪有什么事情不能呢 是我们的心 肯不肯 为主摆上 为主而活 只要我们肯 我们必定经历 那复活的大能 我们必定经历 神同在的丰盛 我在这个地方 讲一个见证 其实我通常喜欢 就是讲 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见证 要知道 圣灵依然运行在我们身上 我讲一个 弟兄的见证 大约是在四年前 我就邀请 打了一个电话 给一个弟兄 我邀请他 和我去一起探访 另外有一个 生病住院的弟兄 那虽然这个弟兄呢 其实呢 他也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他知道 这个人的事情 他居然也就答应了 在医院 我们就一起 为这个弟兄 生病的弟兄祷告 未曾想 第二天 被探访的这个弟兄 因着手术后的 并发症 走了 后来 跟我一起探访的这个弟兄 告诉我 这件事情 对他的冲击 非常的大 圣灵让他经历 如此靠近的一次 生死的经历 也提醒他 从舒适圈里走出来 也让他看见 若是现在能够 侍奉神是多么的宝贵 他向神祷告 我愿意 被你使用 甘心被你使用 感谢神 四年过去了 从那天开始 他热心为主摆上 带领人新竹 也带领小组成长 这个小组 从刚开始 有的时候 还不固定的 四到五个人 后来居然 多到三十几个人 要分组 分组前 是在疫情之前 分了组的 即便就是在疫情当中 分组以后 他所在的小组 也就从十一二个人 到现在十八个人 难道是这个弟兄 有什么能力吗 不是 是圣灵的大能 你我 能否参与在圣灵大能的 作为当中 在于你和我 肯不肯为主摆上 肯不肯为神使用 我们在这个思考讨论问题里面 就是让我们用大使命 向我们自己说话 你们向主来说 我给大家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向主祷告 若是你真心肯 你等等一分钟以后 站起来 我带领大家 我们一起向神求 好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宇宙万物的主 你居然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不但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而且为了拯救我们 替我们上了十字架 为我们去死了 你也从死里复活 写明你就是生命的主 你爱我们 就像爱那些门徒一样 没有因着他们的软弱 你不顾他们 而是向他们显现 来兼顾他们 主啊 我们是诱服的 因为有你的爱 在吸引我们 主啊 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挑战 就是世界给我们的诱惑 但是主 你已经胜了世界 罪恶的权势 已经被得胜 死亡的权势 已经被得胜 你赐给我们 永恒的盼望 复活的盼望 所以我们知道 在地上 只是寄居的 所以我们不是 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的真正的盼望 是在永恒里面 与你永远远在一起 你让门徒们 到加利利去 与你相见 是你要把大使命 赐给他们 这个使命 你也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身上带着你 圣灵的能力 要来为你做见证 去传扬福音 使万民归向你 因为这个世界 不认识你的 还在黑暗之中 是充满了绝望 主啊 站在你面前的 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 求你照着你 丰盛的恩典 照着你 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来浇灌我们的心 让我们带着 圣灵的大能 为你做见证 在这个时代 成为你的光 照亮世人 引领人归向你 愿你的名被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